有的,我去年曾经到过台湾,台湾现在的密佛教,密密中的佛教似乎也很兴盛。 有些出家的佛教徒想要到印度去消息意义,不批准,所以他还有困,还有这件事情。 在美国似乎没有这个问题,消息意义的因缘是很殊胜的,这一节我不想多说,而是说这么多。 其次呢,我说一段啊,修小国法的好处。 这个,修小国法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刚才讲信经的时候啊,照见五蕴皆空,能度一切苦恶。 我只是简单地说一小段,我在这里啊,多说一点。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假设你很努力地消息的,那么不要说你已经成为圣人,你能够掌握到佛法的真理。 那么在你现实的生活上啊,你能运用的话,你会减少了很多的烦恼,减少很多的纠纷。 那么你心情会很快乐地多,会很快乐。 因为这个,当然这里边啊,也不是那么一句简单的话。 主要的地方呢,就是佛法,佛教徒啊,就是应该啊,多多地反省自己。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去。 要反省自己。 那么你就会啊,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说大话啊,所以我们是常反省自己,问题容易解决。 那么你的反省就会减少。 如果你真能够放下的话,你能够多静坐,多读经书。 你能够有波尔波罗的气氛的时候,你会进一步地得到好处。 得到一些好处的。 这个,我们说,也并不是说大话啊。 我感觉到,做官很好。 我跟姑且举这种利益。 做官很快乐。 我感觉做官的人并不快乐。 那么有些总统下台的时候只流眼泪。 那么可以证明并不是快乐。 有些美国总统的时候,看上去还很年轻。 等到是卸旨的时候,你如果离开会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当然是,一个国家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你如果消息了佛法,你有大悲心的话,真实是为人民服务,为一些众生服务,那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在凡夫的时代啊,我们这个执照心没有去的时候啊,就算是你能够,才能要住自己啊。 但这个事情是很难去的。 总是有事情。 那么呢,要是你能够看远一点呢,多充斥自己啊。 那么你就会啊,会很快乐一点。 你会很快乐一点。 那么呢,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啊。 那么呢,修下佛法的好处呢,就是常能够反省自己, 常能用佛法的般若的智慧,出去自己的执照。 你现在啊,会减少烦恼,会有快乐。 那么,要是你成功了以后,就是最低限度达到阿罗汉国以后啊。 那么这个阿罗汉,当然他也是有寿命的。 寿命尽了的时候,他这个臭皮囊又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呢,他会再得一个清净,微妙的,深通光大的身体。 一个身体。 那么那个身体是无量寿的。 没有老病死的一天。 我们呢,说是这个,我们是淫天的人。 一到天上去的话啊,天上的人不老,不病。 那么在我们来看,也是很好了。 但是他会死吧,所以也不是太好。 如果要是到了阿罗汉国以后,他舍掉了这个身体以后。 重新得到那个身体啊,就永久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我们淫天的人呢,有生活的问题。 我们要去找工作。 即使是生活没有问题啊,但是他是贪心啊,又会推动他做种种的事情。 也是很忙的。 那么这个身体也会有病,也会有种种的问题。 要是生到天上去呢,就他的身体没这个问题。 没有生活的问题。 那么他是,但是欲界天上的人也要吃饭。 到三月天以上的人没有吃饭的问题。 不需要吃饭。 他就一入定,就等于是吃饭了。 是好过吃饭的。 所以人的生活啊,由于他思想行为的转变呢,他生活的情况也是随时转变的。 不是像我们人的世界,人永久是这样吗? 不是的。 你思想行为变了,你的生活情况也会变的。 但是将来说了,天上虽然比人家好,但是他还有死亡。 毕竟天上的人他们的生活情况特别满意啊,他不容易求进步。 我们人间的人,虽然有很多苦恼,不如天上的人,但是人间有佛法。 我们消极佛法在这上等,将来能够成为圣人。 那是好过天上的境界的。 如果是阿罗汉的修行达到阿罗汉的境界的时候,他舍掉了这个身体,那么他得到的那个身体也没有这个吃饭的问题。 没有这个进食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이렇게运听、its饭的问题。 我们想一想,很重要!很重要! 也引起来很多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我们减少了很多次。 到了圣人的境界,就将来说,阿罗汉舍掉了这个身体,以后得到了身体, 那就是不可思议境界。 所以这个消息佛法 会有更殊胜的利益 只要我们努力 终究有一天会成就的 所以这是 佛法虽然说空 好像一般人说佛法是消极的 实在佛法不是消极 佛法是更积极的 而是更有意义的积极 是世界上说人人积极的积极 不过是老病死人而已 我看 那么这是这一段 其次说是 我们消息佛法 怎么样消息 怎么样入门 那么江才讲 这个心经的时候也多少提到 就是要多读书 要多读书 读佛教的书 在古代的佛教的时候 初入门的书不多 我们初接触佛教的人 就有多少困难 但是现代的佛教不是 现代的佛教有很多人 用这个语气文来介绍佛教 非常方便 只要我们有时间去读 我们会很容易的 就会入门了 而且心情会很快乐 很有兴趣 因为佛教的确是 讲道理 并不是迷信 那么一方面自己读书 也可以 去佛教的有什么机会 也应该去参加 参加 或者是禅期 或者是念佛期 或者是讲经的法会 或者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法会 都可以参加 你参加了 你会明白现代佛教的情况 你也会得到一个法门 你也会明白一些佛法的道理 那么你自己读书 当然 比有的地方你会了解了 有的地方你还是不容易明白 那么你要听人家讲解 你很容易就通了 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应该有的 那么这是 如何入门这一个问题 我简单这样解释 其实关于戒律的问题 那么佛教徒 在家佛教徒 出家佛教徒 都有这个戒律的问题 这个戒律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果的问题 我们消息佛法 相信了因果 但因果 就是善因有善果 恶因就是有恶果 佛教的理论 是自作自受的理论 不是说是天神 有特别的权利 他来统治你 你的苦落 你的幸福 你的灾难 由天神来控制 天神叫你苦 你就苦 叫你落就落落 叫你下地狱就下地狱 佛法不承认这些事 佛法承认你自己创造你的生命 你自己 你消息佛法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 什么叫做凡夫 什么叫做圣人 你从这里可以决定你自己的前途 你愿意做圣人 它只得有一条路 那么就这样说 那么当然呢 就是有的事情是不可以做 那么这就叫做戒律 这个受戒 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次呢 如果我们想要修禅定 想要成就佛尔波罗 其中有这个戒律 也会帮助你成就禅定的 如果你不持戒 这个禅定很难成就 困难 困难的 那么这个戒律 为什么会对静坐 对禅定有帮助呢 如果我们不持戒 我们随便地放逸 那么这个时候 你放逸 这是一种 罪 它有的一种作用 就会障碍你 成就 更殊胜的工作 就是不容易成就 你比如说 我要静坐 静坐 静坐之前呢 我会和你吵架 你吵完了架 这时候一静坐的时候 就很困难 这个吵架 就影响你静坐 那么要是 你没有会人吵架 说我念大悲咒 念了二十一遍 然后静坐的时候 他就很自在 就容易一心不乱 这就表示 你要当持戒 你不去做 杀害生命的事情 你不去偷套 不去做这些 伤害人的事情 你信安 那么你去修行的时候 就顺 所以这个戒 一方呢 是善恶因果的问题 一方呢 对于你修行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应该是受戒 应该是受善恶语决的 其次呢 这个是吃树的问题 树食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吃树 为什么要吃树 这个在佛教的态度 你就是 慈悲心 因为这个 我们吃这些肉类 都是生物 都是动物 动物它有生命的 你要杀害它 它很痛苦 那么我们有慈悲心 就是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中国的圣灵呢 这个梦 梦科 梦故事 梦故事说 见其身 不应见其死 闻其身 不应死其右 这也是一个 持得心的意思 那么 佛教是更彻底的 就是不要杀生 也不要持有 所以当然应该是素食 其次啊 我看着燕光老师 对温超上说 说是有 他的温超上是说 他看一个报纸上 介绍外国人的事情 中国的报纸上 介绍外国人的事情 所以外国一个女人 一个妇人 他生几个小孩子 都死掉了 死掉了 后来他又生小孩了 他就 他就去见医生 他就疑惑 小孩子吃 他的奶有问题 他就去报告医生 说是我和我战国 常有打吵架 打架的事情 那么一打架 一吵架的小孩子就哭 就哭 他就把小孩子抱过来 给他奶吃了 那么这小孩子就死掉了 就疑惑是奶有问题 那现在请你化验一下 医生说 不是只不给他化验呢 这个奶里有毒 这个奶里有毒 你有心意愤怒的时候 这个奶就有毒 那么小孩子吃的奶就死掉了 那么有这个事情 那么英国大法是说 要这样说 我们杀这个猪杀这个牛 牛和猪也会愤怒 那么他的肉里面也可能也有毒素 那么我们要吃他的肉 可能也有问题 这等于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应该吃 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安全 也应该吃素料 那么这是素食的问题 但是我们受五界的人 并没有规定决定是素食 你还是可以持有 但是 当然你是 没有看见杀这个动物 也不疑惑他是专为我杀的 也没有听见杀的时候 有种种的声音的事情 见闻义都没有 那么所谓三尽幼 那么你还是可以持 当然这是不为我们众生 不容易放下 是一个逐渐逐渐的一个方法 逐渐清净的方法 其次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供佛 我们信佛的家庭里面 为什么要供佛 我们经常经常说 要见诸相非相 进言如来 佛是无相的 我们为什么供一个相佛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要是圣人呢 当然他不需要供佛相 他随时能见读的 就是我们凡夫有这样的问题 凡夫啊 我们看见老虎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 我们看见一头莲花的时候 我们心情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凡夫是心随净转的 一个供一个佛相 我看见在街上看见普通的 因为看见佛了 供应心就会升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好处 其次呢 我们凡夫的记忆力都不太好 虽然说我信佛了 但是我要不看见佛相 我心里就忘了 我就忘了 因为我供着佛相 我一看见佛 我心里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嘛 我可以礼拜 我在佛前诵经 或者是念咒 心情是不同的 那么但是经论人也告诉我们 供佛的时候 你见佛相的时候 你不能说这是相 你心里面不能这样讲 你心里面想这是真佛在这里 所以非佛教徒 批评佛教是拜偶像 这句话是外行说的 佛教徒不拜偶像 佛教徒是拜真做的 而这个相国是做一个助缘而已 你将来说 帮助我们记忆 帮助我们想起来 我归佛 我要拜佛 是这么意思 我们常常因为供佛相了 常常能做功课 常常能拜佛 我们就容易摘培善根 善根渐渐地摘培 渐渐摘培 我们的功能就多起来 我们就由于进步了 所以是供佛是对的 供佛是很对 很有道理 是应该 佛教徒是应该要工作的 这是这一个问题 其次我们佛教徒 命中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的问题 死亡的时候的问题 这个经论上告诉我们 这个临命中的时候 这一念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它能决定我们来生的去处 临终的时候这一念心的 它能决定我们来生 是生天的 是下地狱的 临终这一念 怎么样情形的 这个大致都论上说 说这个一生都是做善的 没做恶 但是临终的时候 有恶心 他的那些 或者是他的先生也好 或者他的丈夫也好 或者他的儿女也好 他的禁音呢 除到他 或者是有其他的财产 财产什么问题 去引起一些烦恼 我姑且这么说了 他这个临死的 你要因为这些烦恼的 这些恨的时候 这些可能就是 就可能会做毒蛇呀 也可能会下地狱 都不一定 如果这一个人呢 这一生都做了恶事 做了很多恶事 但是他有好朋友 他有信佛的朋友 临终的时候 信佛的朋友来了 你念佛 你很好啊 你就赞叹他好 然后劝他念佛 他就能往上阿弥陀佛 这什么事 你不法厌倦生 那么要是 你临命中的时候 一生也做善事 临命中的时候 有好朋友帮助你 你好朋友 给你个佛像 给你看一看 临终的时候 眼睛如果不坏的话 看看佛像 那么这个证件 也生起来 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佛教徒 如果说死亡了以后 给他念经 超度他 实在在 临终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临命中的时候 你帮助他 是很重要 应该怎么办呢 就把这 或者自己 或者自己 亲爱的人 一生你做了 什么功德的事情 都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临命中的时候 你的亲近的人 或者是好朋友 给你念给你听 你在什么时候 做过什么功德 什么时候 你做过什么好事 人间他心里欢喜 这个命中的心里欢喜 心里欢喜 他再见佛 就往生佛世界了 即使不往生 也会升天 或者再作严 不至于到 把他恶道里面去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 按他 是很 也很重要 这些是很重要的 当然 命中以后 你再给他念经也好 念经超度他 也是好 但应该早一点 离他死亡 越近就好 不一定等到 七七四十九天 到四十九天 才念经 不应该那么远 越近越好 你帮助人 他继续你帮助 你越快越好 为什么要等到七天以后 为什么要到三七 要到五七 才念经 这不是还不及急击了吗 所以这林中的安排 应该是这样子 佛家族 亲民的故事 不要哭 哭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十字人也不好 十字人你一哭 他心里也难过 对他的正念没有帮助 所以不要哭 暂时也不要动他 那么等他完全身体冷了 那么时间最好再延长一点 再动他 我就这个地方说这么多 这个死亡了以后 关于这个藏的问题 藏埋的问题 这个在印度 是不是有水杖 可以把它放在水里头 也可以土杖 把它埋起来 也可以火杖 用火烧两号 还可以灵杖 就把它砌在这个森林里边 有这种办法 但是佛家族 只是两个办法 就是一个火杖 一个土杖 土杖 火杖是好一点 有卫生也少占地方 其实不是 所以呀 德国是很好 就是这个 这是 我这讲这些 都是我们初阶主佛教 是有这些问题 其次 就是 就是 我写了一段 关于禅宗 关于禅宗 我们中国 火教里边 有一个宗派是禅宗 禅宗 尤其是这些大禅师 他们经过 长世纪的修行 有很好的成就 也有很好的法语 就传下来 那么我们后人 读他的语录 深大欢喜心 对我们 消息佛法的鼓励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 我这里只是 说 其中的 一个四句记 我写在这里 这是 林毅禅师 他说的四句记 第一句 眼流不止 问如何 我念一遍 真照五篇 说是说 理想黎明 人不平 吹毛用了 及虚魔 这四句话 这个禅师的话 在禅宗的人来说 是不应该 不要解释的 但我不是禅宗的人 我不会守他的规矩 我可以解释 眼流不止 问如何 这个眼流怎么讲呢 眼流啊 就是河流 就是水 万一流 顺流而下 不止 就是不停下来 它一直在流 那么 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修行人 出发心 修行这人 他这个妄想 就像水流 一直在流 停不下来 我不愿 有妄想 但是妄想一直得有 我怎么办 问如何 就是有些问 这个林几三师 说我怎么能够 使你的心 不要有妄想呢 是这么一句话 所以眼流不止 为什么说 真照物边 说是头 真照 是什么呢 就是心经啊 照见无怨皆空 注意皆苦 无恶意识 实际是空 空军舌 受想 情思 以后有事 其实就是 就是波尔波罗 你的心经 是真照 这个真照 是没有编辑的 这个这种理论 是非常圆满的 编的 偏编 偏一些的偏 没有偏 就是非常的正确 非常的圆满的 我用这样的 般若法门 说是头 就是开示给你 四个集 我给你讲 讲一个心经 就是这里 理向立明 言不明 这个禅师啊 那个 就是从两方面说 听法的人 就是情法的人 这个眼流不止 问如何 这个人 他一听 这个赵家 无缘皆公 读一切苦 世主法 共相 不生 无缘 不够不净 听闻了这样的法门 这个法门是 明明理向的 就是 这个明就是语言文字 这种真理啊 是没有语言文字 是理解向的 就是刚才说 不生 无缘 不够不净 是理解向的 就是 因不明 没有一个 听法的人 我听你说法 结果知道 赵家无缘皆公 谁听你说法 没有一个听法的人 也没有一个说法的人 是这么一个 叫 理向立明 您不平 那么这就是他 用不了这个真照的般若 这样观察的时候 赵家无缘皆公 不可思议经验的 就是这样观察 这样是什么 妄想就停下来的 你的心就清静了 吹毛用了 继续过 吹毛啊 是一个体育 吹毛剑 古代的 古代的人用的 那种呢 用的那种武器 剑 叫吹毛剑 这毛剑 就是用 人的毛法 放在 剑的印上 一口一吹 这个毛 就是断了 这行有那个剑的锋利 这样一行 现在这里呢 就说这个波尔的锋利 这真照的 波尔波尔的力 是特别利用 是非常广大 它能造一些法 就是毕竟空气 无所得的 能把你的烦恼停下来 所以叫做吹毛 用吹毛剑来体育 那么用了 然后继续摸 你用波尔的智慧 这样观察以后啊 继续摸 你要把这个剑 要磨一磨 这什么意思呢 要观察这个波尔的智慧 也是必定空气 不至于无得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说是 花一些法空 但是我的智慧不空 这还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要继续摸 要观察这个智慧 也是必定空气 不可得的 那么就是反过来 观察这个能观察的智慧 也同于所观察的境界 是不可得的 就是无能无所了 那么这样子 就叫做 推毛 用了其虚摸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表面上啊 我们要是 如果你对波尔法门 佛教的理论不大清楚啊 那么可能这个 实际化不知说什么 这是教外别传 实在就是教所传的 就是佛法经论所说的 工业道理是一样的 禅也是说这个 教也是说得的 就是你要用力地去修行的意思 你要修行了呢 那么你就是禅师了 如果你只是用口说 你不修行呢 那你得不到 波尔法门的利益 所以这个 这四句话的意思 你的妄想要多 你可以用 波尔波罗门 去调伏它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波尔波罗门 也是毕竟恐怖 使得你心无所得 无意八可得 也就是因无所得 我生其心量 这是 我这样解释 在禅宗里面啊 这些大禅师里面 说出来的法语 有些的法语啊 都是很隐秘的 表面上不大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语言句是很多的 那么我现在就是解释什么意思 这四句话 所以我用了 继续摸 这个我今天 在这里和诸位讨论佛法 我是 我将来说过 我是很质论的人 他们说的不圆满 那么 你们各位 还肯来听我讲 我也很欢喜 我也很感谢 我希望你们各位 能继续 多读佛教的书 多诺里的消息 有更好的进步 我说完了 这位居士啊 他问我的问题是说 请示范大悲咒和往生咒 钥匙咒手印 念的大悲咒 这个手印 念往生咒的手印 念钥匙咒的手印 那么我这个大悲咒啊 是处在大悲心头的义经 那么大悲心头的义经呢 我是读过 我在那上看 大悲心头的义经 后面也是有手印 但是 经文里边呢 说念大悲咒啊 是重视你发福的心 发持的心 没有说 一定要接手印 所以你 可以不必 可以不必有这个问题 那么往生咒和钥匙咒 也是这样 钥匙经 钥匙流离光出来 本院经 有的翻译本 钥匙经没有咒 有的翻译是有咒 但是也没有说 一定接什么手印 所以这个问题 可以不 可以不必说什么 不过这个密宗啊 它可能在别的地方 有什么手印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你念大悲咒也好 你念金刚波尔波的密经也好 应该是心里面不要散乱 不要有妄想 你要接着手印呢 能帮助你 少妄想 也有这个好处 但是 你要一定愿意接手印 就这样就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可以 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啊 这个据说的问题 在家如何休息静坐 在静坐前呢 应具备何种基础 帮助你 我更多了 翻译 啊 不 静 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